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业 我们继续谈 矜持哲学78条的第14条 以爱意 真诚和谐 心性为本 谈到所谓的爱 真诚与和谐 我想这个应该是 人类的精神最高的状态 想要让自己的企业 可以真正的飞访腾达 没有了这三个元素 我想那个扎实度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先谈这三个元素 如果在我们个人的工作中 甚至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都必须要贯彻地来践行 除了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后 我们必须要去协助我们的同侪 一起来把工作完成 那相对地在企业内部 我们必须要处处充满着利他 真正地去爱别人 而这个别人其实就是自己的个体之外 你爱你的自己的父母亲 这是天经地义 要尝试地去让你去爱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可能有点困难 应该说我们的人 其实是所谓的群体的动物 除了这个家门到了公司 我们就开始进行群体生活 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去爱他人 爱自己的工作 爱自己 我们必须要广义地来看待爱 爱一个人 爱你的身边的同事 那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是一个企业领导人 你必须要爱员工 真正地去付出了爱 你的员工才可能爱你 爱一个企业 甚至爱一个团队 你不能是心有盘算 但是有瑕疵的爱 也就是没有真诚 最好的解释是什么 利他 我们用利他的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对方 那我是真的希望我们一起 甚至可以来成就一件事情 必须要让你的团队 你的家庭 甚至你的企业 要真正地和谐 因为唯有和谐 才能建立很单一的行动力也好 或者创造力也好 或者经营力也好 这个企业经营当中 我们必须要爱 要必须真诚 来创造和谐 不只是在企业当中 企业对他的伙伴 对他的合作伙伴 对社会 也是必须要有爱 我们经营企业 如果我们不以客户 或者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一昧的只有自私 我们只想把东西做出来 也许我们就投空减料 还委婉一点 就只要不要伤害到消费者 也许消费者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既然是在经营一个企业 我们就必须要有规范 那再来就是吃的也好 服务也好 或者各种使用的产品 我们要想象 如果你让消费者 使用者看到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都是多么真爱 这个就是真正的 有传达 不爱的这种意向 我们真心希望提供最佳的服务 给我们的消费者 给我们的客户 这个社会因为都是好 都是爱 所以它当然就是和谐 我们一直在传达了这种道德伦理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社会不和谐 我们一直在探讨 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少了这个家中教育这一块 在家中父母亲就是这样来教导 那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个 有爱 有真诚 那不管国家也好 甚至国与国之好 其实就会和谐 其实从细节去看 一定会有一个元素叫缺乏了爱 所以它没办法和谐 缺乏了所谓的道德跟伦理 我们今天在大声及呼 在探讨 爱 真诚 和谐 成为我们的心性 也就在于此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的心性 都是这样的皎洁 这样的纯净 这样的单纯 那这个社会事实上 就会减少很多的纷争 因为每一个人都守本分 这样子彼此和谐了 才能产生共力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继续聊哲学吧 webTV